创世纪第六章 人在地上开始增多 又生养女儿的时候 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 就随意挑选 去做妻子 耶和华说 人既然是属肉体的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但他的日子还有120年 在那些日子 有巨人在地上 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 就生了上古鹦鹉有名的人物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心里思念的 尽都是邪恶的 于是 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把我创造的人 从地上消灭 无论是人或牲畜 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 我都要消灭 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 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以下是挪亚的后代 挪亚是个义人 是当时一个完全人 挪亚和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 陕 汉 亚福 当时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大地 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 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 神对挪亚说 在我面前 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 因为地上由于他们的缘故 满了强暴 看啊 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 你要用割斐木 做一艘方舟 方舟里面要做一些仓房 方舟的内外都要涂上瀝青 你要这样做方舟 方舟要长133公尺 宽22公尺 高13公尺 方舟上面四周要做透光口 高44公寸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为上中下三层建造 看啊 我要使洪水淋到地上 消灭天下的生物 就是有生气的活物 在地上的都必定要死 我要和你立约 你可以进入方舟 你和你的儿子 妻子和儿媳 都可以和你一同进入方舟 所有的活物 你要把每样一对 就是一公一母 带进方舟 好和你一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所有爬行的动物 各从其类 每样一对 都要到你那里来 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种可吃的食物 积存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做了 神吩咐她的 她都照样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